将死之人的意识 有三种潜在意识的形态作用 在人死后一杀哪间发生 再生连结意识 被动意识 或者生命继续之流 意识 同现在的生命分离 当再生连结意识 生起的时候 有三种讯号为他的目标 转生连结意识 逗留在认识过程中 有五种微弱的意念 而后沉没起生命继续之流中 当这个生命继续之流 结束的时候 生命分离意识升起 他中断了生命和意识 就在这一杀哪当中 现在这个生命结束 就在生命继续之流 结束的当制 令一个再生连结意识 令一个再生连结意识 生起于下一个生命 杀哪间新的生命就开始了 这个就是按佛教所说的 生生死死的过程 也都唯有在佛教中 才能够发现 对这些自然现象的历程 的详细解释 佛教徒面对死亡 不认为是生命的危机 而当成是正常的事件 因为他们知道 任何人有生必有苦 衰老 乃至最后的死亡 有人形容得很恰当 他说 每个人一出生 就有死亡的证明 倘若我们对死亡 是看得如此明智和理性 我们就不会这么固执地 攀缘于生命 佛陀在法轮经中宣称 这是我最后一生 不再有生了